大家好,我是DJ阿周 当你收到卫生局 在通知你说要喷药 登格勒喷药的时候 你要先准备几样东西 第一,胶带 第二,大型的垃圾带 第三,养生带 养生带是什么? 就是智年式遮蔽膜 这个东西在五金百货里面买得到 尤其在油漆行应该都买得到 还有呢,要准备什么? 剪刀 还有就是一杯饮料 为什么?你会贴得很辛苦 我是准备了麦当劳的柠檬红茶去冰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看到大大的电视 这时候这个隔离膜非常的好用 为什么? 它真的可以把它包护 我就整片都把它包起来 轻松又愉快 你不要笑我 我是在苦中作乐 这台冰箱,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决定把它包起来 其他的东西就全部把它堆成一堆 直接把它包护起来 以上的做法其实都是不正确的 真正的正确就是不要包 这样才完全的可以把病没纹给杀死 可是又考虑到有些电子器材很怕水 它这腰剂是水性的 那渗透进去会造成精密仪器坏掉 有些人的电视也就这样会坏掉 所以说我们还是决定把它包起来 看到大增上这么多支喷枪 你就知道要喷多少个家庭 我们在喷药的时候 会有两个人做一组 一个是卫生局的人员 他会检查你们家里面 会有没有积水的地方产生决绝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国君弟兄 这是化学冰 那喷药的分为三个组别 一个是喷室内的 那一个是喷水沟的 那另外还有一组就是喷户外 整个户外画画草草的部分 包括车子 汽车 机车停在路旁边 他们都会在户近喷来喷去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相关的影片 要测试一下 你说你没事 哇 噢 你的看法 你还在喷? 好 谢谢 你们还在嘴描 我认识 帮助 是的 我的眼督 我的眼督 影片看到這個是環保人員 他準備要蓋水溝 噴完之後要把整個水溝蓋起來 國軍弟兄我們噴累了 就席地而坐 我們真的覺得他們真的太辛苦了 感謝有你們 我們台灣才會更好 今天要為各位拍攝的 就是在我們家附近有一個老舍社區 這個社區年代已久 那目前整個台湾市的東區疫情非常的嚴峻 所以說今天安排早上噴這個區域 下午我家那一帶也都會被噴 那這邊因為有很多是透天型 最主要是這邊有很多老舊的 沒有電梯的公寓型的房子 不管是在馬路上 或者房間房間內還有室內都會噴 那環保局動用了國軍得弟兄的力量 在這一帶大肆的噴灑灑容具消毒 能不能那麼倒閉 後 end的釋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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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